那你本來學會一年都整 一年就是接近五萬塊 但是今年 因為等下來剩下一萬多塊 其實蠻有感的 對 但是會影響蠻多的 有影響這樣 我原本都要在外面打工嘛 但是現在也不用嗎 可以不用嘛 其實蠻多的負擔 很難得碰到你們 你們就是剛好在附近嘛是不是 東海學生剛好在附近 剛好在附近 好 加油喔 好 謝謝 這個 你以後不用打工 成績要好一點 好 好 好 謝謝 我只要這樣 那個師校不是 喔 師校不是阿姨學校 喔 真的 你念哪一個學校 東海 東海 你住哪裡 我住台南 那你呢 你年了喔 那是那幾個 那是大戰跟雜事 大戰跟雜事 那你本來學會一年都整 一年就是接近五萬塊 但是今天 因為這樣剪下來 剩下一萬多塊 對 其實蠻有感 對 對 影響蠻多了 好 影響這樣 我原本都要在外面打工嘛 但是現在我 那現在也不用嗎 也不用嘛 其實蠻多的負擔 對 對 因為我以前也助學貸款過 我練大學的時候 然後來 我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把助學貸款的利息降低 然後也延長畢業之後 開始交往本金的年限 就是八年 你才需要的 而且你的薪水如果 沒有超過四萬 你也不必開始 就是要檢定 我們助學貸款 學生畢業之後 後來 我又發現 我過去是治標 現在要治本 針對本金這方面來解決 所以我才想到說 把任何 就是把 學會的差點來做 這樣的話 就可以降低 我們各位聽說的 現在不懂嗎 那我們請問 是不是我們可以選 怎麼去提升我們辦學品 這個也要 因為我們這個錢是給學生 不是給學校 所以未來教育部 還會提出一下計畫 來請這個 來補導 學術 幫忙 適應讓學人 什麼樣的教育部 還會做 這個是不同 有些人以為 誤會 說這個錢是要給學校 不是 這個錢是要直接給學生 本來就是要減輕你們的負擔 那這個也不會排擠教育部的預算 因為這是另外 額外增加的 所以原來你從教育部領多少錢 每一個大學都不會改變 這個是額外要給學生的 目的是在這裡 你們剛剛講的很對 未來教育部也會提計畫 推出政策 來協助我們 私校的教學名字 能夠更多 來來就這樣 謝謝 謝謝 我們一段下的位置 我們要爽住啊 我們要幫忙他會住啊 是啊是啊 很難得碰到你們 你們就是剛好在附近嗎 對 東海學生剛好在附近 剛好在附近 好 好加油喔 謝謝 這個 以後不用打工 成績要好一點 好 好 謝謝 謝謝